今天會教大家用這個蘋果的音樂程式 Gratch Band 今天會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教學 教大家錄一段音樂 首先大家先開了Gratch Band 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之後就選擇一個空白的計劃案 按選擇 現在大家進入這個畫面 有三大類東西給大家選擇 今天因為比較簡單 所以就用這支麥克風來錄音就OK 這個就是輸入音訊的位置 我們就選輸入1 因為暫時只有一支麥克風 基於這個一個比較簡單的教學 我們就不會講資料庫的 才會教大家用這些很簡單的功能 首先講解一下這幾個按鈕 這個就叫做錄音按鈕 這個叫做播放按鈕 這個是停止 這個是往前按鈕 這個是回頭的按鈕 教大家怎麼看這個音量 現在大家看到綠色 沒有什麼的 代表正正常常 如果你看到黃色了 即是準備要爆米 如果紅色了的話 就爆了米 如果爆了米的話 就要把這顆球 就向左邊拉 就可以防止你爆米 現在已經OK了 沒什麼問題 現在就會示範錄一段很簡單的音樂 或者聲音 按一按紅色這個按鈕 聽到啵啵啵啵三下 大家就可以講的錄音了 現在錄了一段音樂 讓大家可以聽一下 錄了什麼呢 聽到啵啵啵啵三下 大家就可以講的 現在錄了一段音樂 好成功 已經錄了一段音樂 再教幾個比較簡單和常見的功能 一個就是 循環播放 只要把你的鼠錶 指著一段錄音 最後就出現了一個功能 看了幾次 按鈕它 向右邊拉 就會出現了 同一節的音訊 這個就是循環播放 當然啦 再拉就多一塊 可以無限地拉 現在拉著三塊 這是其中一個功能 另外一個功能 也是比較常見的 就是 展開它 名字叫分角 分角就是 按鍵盤的Cmd T 首先把這東西 拉到理想分角的位置 例如我要斬 第二塊 和第一塊 這裡 拉到過去 然後按鈕 按鈕 現在就斬開了 一塊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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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 超迷 我們可以把D 按鈕 有分角 當然是有 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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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 英文 叫做 j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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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按Cmd J 首先選了兩段 你想合起來的音訊 按SWIFT 按Cmd J 然後問你是否製作 按是 即是按製作 它就會幫你貼起來 大家可以聽聽 好 再調整音樂 還有它會寫明二合拼 好 聽到拖拖拖三下 大家可以當我音樂 陣 warnings 記得 現在 錄了幾音 好了 聽到拖拖拖三下 大家就可以當我音樂 好了 現在已經很成功 錄了一點音了 再教一些比較簡單的 怎樣幫這段音訊或錄音的東西加背景音樂呢 找回你擺放的地方 每個人擺放的地方都不一樣 我就把這首歌放在桌面 桌面 這裡 這裡 很簡單 按緊 拉進去 你已經很成功地放了一首歌進去 我們可以先聽一首歌 這首歌是劍靈的其中一首BGM 我們可以按一個叫獨咒按鈕 就是只聽其中一條音軌的 這個功能是 現在先聽一聽 音訊沒有問題 不過比較大聲一點 就覆蓋了剛剛錄的音樂 用剛剛教的功能 拉小聲一點 這次就負拾了 應該可以了 大概 我們選一段比較好聽的位置 大概是這一段 開始 讓大家聽一下 好 好了 我們就要回這一段 在19秒前 這個位置 Cmd T 簡單前面 D 拉到後面 大概24秒左右 算是用來拿來做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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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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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剛剛學習的功能,循環播放 剛剛好,沒多沒少 按這個,先解除毒咒 再聽一次,由頭再聽一次 聽到啵啵啵三下,大家就可以說 現在,按了音 再細緻一點,例如 大小聲那些 說話不夠大聲,拉大一點 背景音樂太小,或太大,再調一調 基本上就OK 聽到啵啵啵三下,大家就可以說 基本上就 教完 比較簡單,今次的教學 可能日後會再教一些複雜一點 好,今天教學,是這麼多